欢迎来到神尹研究所 今天跟大家一起研究建筑创意 创意等于结构 等于空间 等于装饰 我们来学习赫佐格和德梅隆的作品 好那建筑创意的部分呢 赫佐格迪梅隆 他们的作品 我们分好几期来做这个录制跟研究 那今天我们先来看他的这个艺术空间 创意如何等于结构 然后结构跟空间还有装饰 这互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来研究一下 那在我们看作品之前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认识一下赫佐格和德梅隆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这个是这个亚克赫尔佐格 这是Jax赫佐格 然后右边呢 是这个皮埃尔德梅隆 皮埃尔德梅隆 好那他们两个呢 都同时出生在这个瑞士的巴塞尔 在1950年的时候 那你可以换算一下 今年是2024年 他们已经74岁了 那1970年呢 他们是在这个瑞士的树离寺 联邦理工学院ETH学习建筑 那他们是师从阿多罗斯 跟这个德尔夫斯区内比里教授 那1975年呢 他们完成了这个建筑的这个学位 1978年呢 他们在瑞士的巴塞尔成立建筑公司 在1994年 他们在这个哈佛大学担任的这个科作教授 布里士的这个联邦理工学院担任教授 然后创立了这个巴塞尔工学院的工作室 在城市研究所 在2001年呢 他们荣获了这个普利兹克建筑奖 在2007年呢 荣获了这个帝国文化奖 好那我们今天会来介绍四个他们关于美术的作品 分别是1992年的这个慕尼黑格子美术馆 还有这个2000年的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 还有他后来在2006年的这个泰特现代艺术馆 然后扩建2021年的这个香港西九龙文化局 Mplus博物馆 好这是三单国际总部与松影艺术空间 在韩国的 好那我们这次讲四个这个艺术馆 博物馆 那其他的关于这种运动类的 还有这个文化空间 公共空间 还有包含这个商业空间 跟这个住宅 我们之后会来讲解再研究 好那2001年他们得到这个普利兹克建筑奖 那普利兹克评委呢 怎么样来介绍这两位建筑师呢 他们说他们的这个建筑是结合了古老的职业的艺术性 还有这个新世纪的技术能力的一种新鲜的方法 那它是跟植于这种欧洲的传统 跟现代的这个当前技术结合 所以是种新旧结合为客户呢 提供了极具创意的这种建筑解决方案 好那他们的作品呢 反映了这种兴趣跟成就的多样性 那通过他们的住宅呢 市政和商业建筑博物馆 和总体规划呢 在简线的这种设计的才能跟掌握 那创造出了一批杰出的已完成的项目 多数的建筑师的时间都是从 匹配预算小的项目开始 那他们也是从这个铁路信号箱 这样的一个项目开始 但是这个你可以看到照片 是一个工业艺术作品 无论是在白天跟晚上呢 都让人感到很着迷 你看这样子的一个铁路信号箱 很像一个艺术品 很像一个雕塑一样 这两位建筑师呢 他们得到普利兹克奖 主要是这个泰特 就是巨型的发电厂 改建为这个新的泰特现代艺术馆 就是因为他们改建了这个艺术馆 这种建筑物得到很多评审的这个青睐 那他们说这是广受战域的中心作品 伦敦先行年庆祝活动的一个作品的代表 好那他这种就是无特的这种独创性跟想象力呢 是他们作品的特色 那他们在巴塞尔这一个带有这种 适应外墙的工厂大楼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还有这个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酿酒厂 他说这个石块呢 像中世纪墙壁堆叠的石头制成 那他这个建筑是由石头堆起来 然后用这个钢筋跟铁网 把它做成外墙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赋予了这个葡萄酒厂 造出神圣的光环 好那他们都在这个大学里面担任讲师 所以他们呢 把他们的绘的这个建筑的作品呢 一代的传给下一代的人 那大家可以在他们的这个 在建筑网站上面看到他们的作品 然后作品里面有很多丰富的资料 有这个平面图 立面图 还有一些照片跟一些概念 大家想学习建筑 或者是想对建筑更深入的 可以去他们的网站来看 那法国的这个鲁定之家呢 是他们的教学的另外一个作品的代表 它很简单 就像是一种小孩子 任意的这种画出来的一个房子 这样的一种概念 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这边 那两位建筑师乐中于使用这个 砖石玻璃和钢材等 经久不衰的调色板 用新的形式表达新的这种解决方案 他们对建筑艺术的推动呢 为进一步将建筑定义为新世纪 新的这个迁徙年呢 最重要的这个艺术形式 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 所以他们把建筑呢 把建筑推向了一个艺术上面的高度 建筑不只是建筑 它还有很强的这种艺术感 那我们讲四个这个艺术空间 我们分两次来讲 今天先讲两个 分别是1992年的这个慕尼黑格兹美术馆 它是在1989年到1990年设计 然后1991年到1992年建造完成 然后再来是会讲这个泰特 伦敦的泰特现代艺术馆 它分别在2000年跟2016年呢 2000年是它的这个设计改建 然后2016年呢做扩建 那泰特现代艺术馆是1994年到1995年 做这个净图 然后1995年1997年设计 在1998年到2000年这个施工完成 那扩建的部分呢 在2005年2012年做这个设计 然后2010年到2016年呢 施工完成 那今天会讲这两个作品 那下下个礼拜呢 我们会讲另外两个作品 分别是这个 都是2021年的完成的 然后一个是这个香港的Mplus博物馆 另外一个是韩国的三单 国际总部跟这个松影艺术空间 那Mplus博物馆呢 它是2021年到2013年净图 然后2013年到2020年呢 做设计跟施工 2021年的开幕 那三单国际总部跟这个松影艺术空间呢 它是这个2016年到2018年设计 那2018年到2021年的施工完成 那这个今天讲的就是艺术空间 那大家记住这个创意跟结构跟空间 还有装饰的这个关系 那我们先看这个1994年的 慕尼黑格兹美术馆 那你在看这个美术馆的时候 你会觉得中间有一个亮体 好像漂浮在这个空间上面 那大家会觉得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地方应该是它的这个结构 你会觉得这个是空间建筑的这个结构 但是到下面这边去断掉了 这边好像没有柱子 这边也没有柱子 因此你会觉得中间的这个亮体 好像漂浮在这个空间上面 会觉得很特别 也就是好像浮起来的盒子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因为它这个结构 其实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 而是在这个白色的这个厚的这个地方 是它的这个结构的部分 大家这样子看 那它就被隐藏在这个出入口的地方 你看不出来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漂浮起来的一个盒子 这样子一种视觉效果 那我们从这个立面图看 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这样子的一个U型的这张金虎泥土结构 把上面这个木座的这个楼板这个结构撑起来 还有地下室跟这个一楼跟二楼 在建筑外观看你会觉得好像是三个楼层 其实它是这边是一楼 这边是上来的地方 这边是二楼的空间 然后这边是一楼的空间 那我们从平面图上面看就知道说 它这个黑的这个部分呢 是它的这个结构的部分 把它的这个上面这个楼板 建筑撑起来 然后下面是一个地下室的一个空间 好因此你在晚上的时候呢 更会觉得这个盒子是漂浮的 然后上面是发亮 上下发亮中间是一个木盒子 那你会觉得这个空间会让你很想看进去里面 很想去探索这个空间里面的这个艺术品 因此它的这个创意呢 就是它的结构 这个结构呢 就变得很隐晦 而且很不明 它的设计的这种创意呢 就是把这个结构 让你搞不清楚 那你会觉得是一个漂浮的盒子 然后这种玻璃又是很隐晦不明的 你看进去 音乐看进去 又把这个结构的部分 让你分不太出来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美术馆呢 很特别 你还很想去看 也很像是一个发亮的这种盒子 就中间好像是一个藏着这个艺术品 就是收藏着艺术品这样子的一种盒子 等待着你去这个探索它的这个产品 那室内的这个光线 由于它上面是这个玻璃 所以它这个可以透光进来 这样子的一种空间感 因此这样子的一个建筑形式 都会让你觉得很特别 那这个结构的部分呢 你看到它这个木头 这个结构的部分呢 它也画了这个 在做分割的时候 用木做的分割的时候 把这个板片放上来 那它这个结构呢 跟它的这个装饰是联合在一起的 然后这个玻璃呢 也是它的一个装饰的一部分 所以建筑的空间呢 跟它的结构 还有跟它的这个装饰呢 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它创意呢 是把这三个部分 结构还有它的这个 结构也形成它的这种装饰的这个线条 还有它的这个装饰的这个面材 跟它的这个面材所组成的 这样的一种空间感 形成它的建筑创意 好 那我们看到空间里面的这个感觉呢 就是很这种很现代的 很极简的 但是它却很 让你觉得很暧昧不明的 很想去看它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个构成 那不同的照片看起来 也是很有这种艺术风 半套的玻璃跟外面的这个树呢 形成的这种光影变化 然后跟空间里面的这个关系 还有它的这个材料的这个分布呢 的分割呢 你会看起来很有这种线条感 整个室内呢 它就是有带有一点这种艺术氛围的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感 我们可以知道它的这个部分是 隐藏的这种结构呢 形成一个漂浮的亮体 然后你看不清的这个玻璃 带来不明的这种趣味性 就是它的这种创意 让你觉得很有趣 然后一个漂浮的那个亮体 那这就是把这种结构呢 把它隐藏起来了 然后还有玻璃这种不明呢 跟它的这个关系呢 形成了一个创意的这个部分 再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泰特现代艺术馆 那这个伦敦的这个泰特现代艺术馆呢 现在已经是这个跟大英博物馆 一样很受欢迎的这个博物馆建筑 那它这个泰特主要是展览这个现代的艺术 现代当代的这个艺术品的收藏 里面还有这个影像的装置的艺术 雕塑的各种新媒体的 这样子的一种艺术的艺术空间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泰武士河的部分 那他们是在这个建筑是在泰武士河的南边的 这样子的一栋旧的这个发电站的这样子的一个建筑 好那这样的旧的发电站的建筑呢 他们在这个做净土的时候呢 就请了不同的这个建筑师 那你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概念的想法 都是把这个中间这个 把它这个很高的这个烟囱啊 把它消失 把它虚拟虚化掉 然后把这个建筑的中心的这个位置 把它改变 甚至是做这个玻璃很大片的 或者是把中间这边拆除 主要是把这个建筑整个呢 都把它重新改变成一种新的一种形式 但是可以用一个手法变成这个玻璃的这样子的一种效果 大部分建筑师都是把这个建筑呢 整个把它拆除掉 重新变成一个新的一种形式 或者是沿用它既有这种形式 但是变成是一个新的一种形式的一种概念 本来的这个建筑天际线这样子的一种造型 在他们所有的这个建筑做完之后呢 就不一样了 就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天际线形成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Hersel Demirror 他们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他们设计的时候是沿用了这样的这样的天际线 只是在他的这个建筑的后方呢 加盖了一个这个玻璃的盒子 然后在立面上面呢 把这个地方的立面做一点修改 做一点整理 其他的这个立面也是把它整理过 他主要的概念是这样子 不破坏他这个建筑天际线 做了一点微调 保留了原本这个建筑的这样的一个符号 发电厂的这样的符号 这是他的一个不同的方案的一个想法 但是他也没有很大的这种变化 主要在立面上做一点微调 然后做一些分割 让他这个立面丰富 但是最后的这个方案 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 就是把这个中间的 他前面的这个建筑拆掉 然后把他这个烟囱两边的这个建筑呢 做一点调整 让人可以从这个室内出来 到他这个户外这边做成露台 然后面做了一个玻璃的盒子 然后这个玻璃盒子你看他就可以眺望 眺望前面的这个泰晤士盒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的后面呢 有个玻璃盒子 那上面有一个玻璃的这个 发亮的这个玻璃盒 其他的部分呢 就是沿用既有的这个建筑 你可以看到室内呢 他中间的这个地方呢 被称为这个涡轮大厅 这边是一个涡轮的这个发电机 靠涡轮来发电的这样子一个电力的主要的这个大厅 这是一个跳高的楼层 那建筑是在设计的时候呢 把这个他的这个结构保留下来 变成空间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工业元素 把这个结构呢沿用 那这个结构本身在这个空间里面呢 就形成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个装饰 有一点工业风格的这样的一种装饰 那在这个建筑呢 的创意呢 其实就来自于他的这个 把空间里面呢 重新利用他的原本的建筑的结构 然后在需要的机能上面呢 新增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展览的馆 不同的展览空间 然后路口的地方呢 从侧边这边进来 做了一个很大的斜坡 所以无障 形成一种无障碍空间 残疾人士呢 他用轮椅的时候就很方便 各种年龄层呢 都很适合到这个艺术馆来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建筑师 尊重他的这个历史 把他的部分呢 主要的这个建筑结构 还有这个外形外墙都保留下来 那他这个作品呢 在2000年 是清洗年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筑作品 那这个案例也是一个新旧结合的 这样子很好的一个设计案例的思考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旧的这个结构 加上新的这个材料 运用在这个空间里面形成的一种效果 这个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发光的这种云 因为你这个空间很高 它的这个大天路口是10米宽 然后13米的高 那它的长度呢 有30米 那这个高度有13米 所以整个是很大的量体量 那自如这个玻璃盒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玻璃盒子 从侧边可以进来这个光线 来展览艺术品的时候 它有自然光可以进来 那另外一方面呢 大家可以在最高的这个地方呢 从室内来眺望这个泰晤士和还有对面的这个风景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因为沿用这个它的这个结构 那它的所有的这个星座的这个结构跟这个楼梯 它就把它刷成是黑色的 来呼应它的这个旧的这个建筑的这个结构的颜色 然后你可以看到长条窗跟它上面这个顶 也是做一点结合上面的这个分割上面的一种形式上的统一 那这样子的一种挑高的窗户呢 在我们这个艺术展的时候也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种空间 用旧有的这个建筑 但是形成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种展览空间的这种效果 那它这个涡轮大厅呢 它是开放给公共使用的 那这边会有很多的大型的装置的艺术品 那你可以在不同楼层来观看 也可以在下面来观看这样子的一个艺术作品跟装置 那在2016年它完成了这个泰特的这个现代艺术馆的这个扩建 那它这个是它的一个switch house 那个扩建呢是它的这个路口 把它的原本侧边的路口呢摆到它后面的这个南方的这个地方来 形成一个主要的一个路口 泰特艺术馆呢 它分了中间的主要的这个第一个空间 然后这个刚刚说的这个switch house 就是之前是这个它的开关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边是有存放的这个油箱的这样子的一个机能 那这个建筑呢现在就是它们的主要的路口 那这个TM3泰特美术馆的第三个后来这边是形成了它的这个景观 这个变电站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把它保留了下来 好那这个泰伍士河跟这个泰特美术馆呢 这个北岸的这个地方是它的这个圣彼得堡大教堂 那你可以从圣彼得堡大教堂经过这个迁徙桥 然后来到这个泰特美术馆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新建的扩建呢 就把这个路口在后面这个区块呢利用了起来 然后你可以从后面这个地方呢 到它的这个涡轮大厅 然后再到前面的这个展览的这个区块 当时变电站的这个后方的这个南边的地方 是它的这个油箱放置的位置 那建筑师呢一样他在这个扩建的时候 他把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的这个与会 还有这个建筑呢的这个地基使用了起来 那赫索Demiro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他会把这个旧的这个 原本是大家会觉得很奇怪的 这样子这种不好的这样子一种建筑的这种局限 把它利用起来变成 它反而是它的这个空间主要的一种特色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空间呢 变成它的艺术品的展览的一个新的一种空间效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种创业的概念怎么来形成 那一开始是不同的这个玻璃盒 呈现在在大的玻璃盒里面 的一种效果 就呼应之前的做一个大的玻璃盒 在泰特这个艺术馆做的一个玻璃盒 大的然后跟它呼应 那后来呢他觉得这样子好像跟空间上面不统一 所以他重新把这个建筑外墙用砖这样子的材料呢 来做然后他在地面上做了很多的这个横向的这种分割线条 那我觉得这个设计的概念 它其实这样子的横向线条跟它这个旋转这个建筑这样子的一种设计的概念呢 其实跟这个锅鲁本身这样子这个发电的这个锅鲁这个含义 其实是有这一种是有一种很隐约上面的这种结合 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呢用这种旋转这个它的这个建筑呢形成了这一种方向性的这种指引 因为我们路口是在中间 所以它旋转一下你会感觉能是往这个方向走 那这个旋转这个动作其实有隐喻到这个涡轮这个发电的这样子的一种 意义上的这种形态上面的这种意涵 让你想到这个旋转 然后你看它这个立面建筑的符号一条一条的 就像我们在旋转这个陀螺一样 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线条在它的外围 那这样子建筑有一种这种旋转的这个含义 你就可以跟这个涡轮大厅的这个涡轮之前的这种发电 电力发电这个事情呢做成了一个连结 好那涡轮发电大家觉得说我这样讲是不是可以想象到 那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可以想到就是你看它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中间 放了一个旋转楼梯 有没有很像它那个涡轮的这个涡轮这个风扇的这种效果 放在它中间所以整个建筑好像中间这边旋转 那也通过这个动线呢你可以把这个空间里面的这个动线连接起来 当时在研究这个空间的一个建筑的这个旋转楼梯的这个模型 好那旋转的这个动作呢在结构上面它就要做这个模型来做这个研究 那在立面上面呢建筑师沿用了它的这个砖的这样的材料 那运用在这个空间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个砖它是一种装饰 但是它要让这个砖有种透明的这种效果 所以它做了一些这种建筑上面的一个分析研究 所以它做了这个建筑的结构之后呢 然后再把这个砖呢放到它的这个建筑上面来 用一个小型的建筑来研究它这个排列组合 这个砖的排列组合 怎么样形成透的这种效果 然后旧的建筑跟新建筑 它这个排列也形成它的新的装饰 那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立面呢 把这个结构放上来之后 外面做的这个阿西湖泥土呢 再放上这个砖 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跟它的这个建筑的关系 还有沿用了它原本这个地基的这一个结构 那从不同的角度看 你就觉得这个建筑跟它旧的这个建筑 其实是没有违和感 但是新的建筑本身还是有一代 很强烈的这种现代感 那这个部分就是 普利斯克讲评委说的 就是说他们利用这种新的技术呢 把旧的这个材料呢拿来运用 把钻材拿来利用 但是这种以前使用的材料 那透过他们的这个新的技术跟手法 把它用到这个空间上面 它跟旧的建筑看起来也不违和 但是它看起来又是一个很现代 很新的当代的一种新的与会 这样子的一种表达 那因为它做了这个外面 外面做了一个旋转的这样子一个手法之后呢 这种斜角形成 那内部的空间呢 就会形成这样子的一种空间效果 被扭曲的一种空间感 好 然后半穿透的这个砖 形成了一种装饰 然后能看出去的这个感觉 还有表层的这个结构 跟里面建筑的这个结构的关系 形成了很有趣的这种美学跟空间效果 然后中间的这个旋转楼梯的这个空间感 跟旧的建筑的这种结合 也不违和 好 那你可以看到好的这种建筑空间感呢 在新做的这个建筑上面 跟它的旧的建筑 做起来 它是没有违和感 但是它又有很强的这种形式上面的一种不同 形成一种很有趣的空间 那这种空间让你会觉得 它这种美学呢 是把这种新旧的混合在一起的 形成一种新的一种空间效果 那新的扩建的这个建筑 它就多了很多种不同的这种展览的这种空间类型 好 所以你从立面上面看 你看它这个条状的这样子一种开口 跟它这里也有一点这种连结在一起 那这个形态是我刚刚说的那种 涡轮的这一种与会呢 有一点却类比到隐约 可以有这种批育的隐含的这种效果 然后整个建筑呢 新旧结合起来 它感觉还是一个很完整的整体 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个泰特美术馆 这边有六个楼层啊 新的建筑是十个楼层 那最上面的都有这个 有咖啡的这样子的一种空间 餐饮的空间在最上面的这个楼层 然后其它是它的这个展览的这个美术馆的这个展览的空间 那富裕楼这边它有中间的这一个涡轮大厅 然后这个涡轮大厅通常都是免费的 你可以进去它这个空间 然后看这种大型雕塑 其他的不同的展览 展馆呢 就要收门票 然后一楼也有一些商店 那这个涡轮大厅呢 在艺术家来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发挥很大的创意 像这个Weather Project 这个艺术家呢 就是用了灯光跟雾气的效果 然后形成一个 很像是不晓得是户外或者是室内这样子一种 呃 错觉这样子的一种艺术在里面 然后还有这一个 I Do I Undo 跟 I Redo 的这一个作品 这个蜘蛛的这个雕塑 这个蜘蛛的雕塑 名称叫做妈妈 在这个雕塑里面就可以跟这个艺术很大型的这种艺术品做互动 这样子的这个建筑本身的这样的空间感 让艺术家发挥很大的创意在他的空间里面 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创意就是沿用既有的这种结构形成空间的装饰 然后透过这种隐喻的方式呢 重写的这种历史的文本 就是把新的这个以前的这种历史文化的这种脉络呢 轨迹用建筑的这个手法呢 再重新的赋予它新的一种意义 然后再重新说给大家来了解 好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慕尼黑格资美术馆跟这个泰特现代艺术馆 那下下礼拜我们会继续讲这个M Plus博物馆 还有这个三单国际总部跟这个松影艺术空间 之后我们还会再走时间来讲 这个Hersault & Mural他们其他的空间类型的创意 那我们下次的主题呢 要讲这个加法设计 室内设计里面的加法设计 那构筑空间造型跟装饰 我们之前讲减法设计比较极简 那下礼拜呢我们要讲一下加法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空间的造型吊顶啊 墙面上面如何做这种层层堆叠的方式 然后形成空间的这种造型 跟新的一种形式 那我们下礼拜见 然后我们下礼拜见 раз�写很嘉 successfully 我们下礼拜见 首先我们下礼拜见